大家好,我是飞飞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四月爱用品分享视频 那这支视频呢,我选了四月份我比较喜欢以及常用的六件商品来做一个总结 有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件商品是KISS ME的法兰三玫瑰睫毛靠的旧版 那它的刷头是这样的 这支已经快被我用干了 这支我买的是千厂款 但是它的千厂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反而我觉得它浓密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本身的睫毛是那种又短又直又下垂的睫毛 如果用那种定型效果不是很好的睫毛膏的话 刚夹完然后刷上睫毛膏 没多久它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所以我用我对睫毛膏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卷翘 然后它这支睫毛膏的话就能保证到这一点 它定型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基本上我用一天哪怕是很早出来用一天的话 它都是不会下垂的 而且卷曲的效果也保持得非常好 这支呢是我在Kiss Me睫毛膏里面回购最多的一支 那也足以体现我最太喜爱了吧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睫毛又直又下垂的妹子的话 推荐你们用这款试试看 第二件商品呢就是之前我在韩国购物分享里面 有说到The Ramaphia的一个高光 那这块高光呢也是我4月份非常常用的一块高光 它粉压的特别的厚实 你们有看到它的那个凸起面吗 然后它的粉质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一块高光 它不同于BECCA家的高光 因为BECCA家的高光的闪度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闪度 但是它的闪度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温婉细腻的一个闪度 刷给你们看一下 有看到它的闪度吗 然后把它搓开 那它的闪度呢真的是非常柔和又细腻 然后它闪闪的颗粒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画在你的脸上的话就 你就会有一种错觉就是高光跟你的皮肤已经融为一体了 就是皮肤自然来散发出的那种光亮的感觉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有一点点飞粉 但是它在皮肤上呈现出的那种光泽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自然 是一块适合自然清透妆面使用的高光 那我今天用的就是这块 那这块高光除了用刷子出来的话 用手指刷也能刷出非常好看的光泽感 所以我个人真的觉得这块高光挺不错的 那第三个要推荐的呢 是Real Techniques NYX的一个Sitting Brush 那这个刷子是有一点点和苗头扁平形状的一个刷子 然后它两边的那个斜度的话 可以看到这两边的斜度是非常的平的 那这个平的斜度的话 我一般会有两种方法来用它 那第一个就是扫高光 因为它的毛很软 然后它的坡面也 这边的斜坡面是比较平的嘛 那它的扫的扫出来的宽度也是非常适宜的 它扫出来的宽度不会太夸张 也不会太不明显 我用它的第二个方法就是 用来做眼下的散粉定型 这样的话这边这样清扫一下 清拍一下 那它的宽度也是非常适合的 那如果你有计划要买Real Techniques刷子的话 我觉得这把定型刷 你可以排在你的清单里面 这个视频是RCMA的三分 我之前有在视频里说 因为我是混油皮 那如果我用比较湿的粉底 然后再用它定型的话 我提取很容易出油这件事情 我要为它洗白一下 因为我再一次使用了比较湿的粉底 然后用它在提取加强定型以后 它也是能保持一天 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好 我觉得这个RCMA的三分 真的是一个非常良心 评价又好用的三分 那粉质又细 控油效果也不错 而且用它的话不会觉得皮肤干 保湿效果也是可以的 四月份的上海的天气 还是维持在二十几度的天气嘛 用它的话 提取加强定型 我混油皮使用它 还是能保持一天的 而且妆面也是微压光 但是五月初有几天 上海已经达到三十几度了嘛 用它的话 我提取还是会出油 所以我觉得到三十 三十度以上天气的话 我应该会把它限制 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仪器 就是REVA的四伦身体按摩器 REVA的四伦按摩器 其实我去年年中就已经把它买回来了 然后因为懒嘛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一直把它闲置着了 那为什么会又拿出来使用呢 是因为我最近又有点点发胖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人 只要下午四点或者五点以后 喝水超过500cc的话 第二天脸就会肿起来 每当我水肿的时候 我就会拿它来按摩脸部 我的使用习惯是每天早晨洗完脸 擦完润肤乳 擦完所有的保养步骤以后 用它来按摩脸部 那它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它有即时提拉效果 因为它滚轮在你脸上滚动 是有按摩到你的淋巴系统 所以你的水中也会相对的消掉 岁份的话我至少有用它超过二十天嘛 然后我现在对它就产生一种依赖性的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 即使不水肿的情况下 也要拿它按摩一下 做一个提拉紧致 以及消水肿的一个步骤 那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和我有相同的困扰 一是你最近有吃太多 有脸部有发胖 二是你早上起床有水肿困扰 三你是相对有经济能力 以及有足够预算的 因为它现在有一丢丢胃嘛 那如果你有被REPA的按摩器烧到的话 还是希望衡量自己的经济水平 做一个理性购物 不要盲目的乱花钱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件商品了 它是中华的精纯款的 魔力迅白牙膏 那为什么会买这支牙膏呢 因为我之前有用过它 魔力迅白的 那我之前有用过 魔力迅白的一个基础款的 那我觉得它那款的美白效果 非常非常出众 然后我这次逛超市的时候 有看到它有出这个精纯款嘛 这精纯款应该出了好几年了 我之前也有看到过 然后正好我这次逛超市的时候 又看到它 所以我就买了 因为我发觉我近期的牙齿 不是特别特别的白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它的膏体是这样的 我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它的膏体是这样的 我也不懂它这是什么科技 也有可能是黑科技吧 然后更多觉得 因为它的膏体是这个深蓝色的嘛 它的深蓝色是有一点点的 着色效果的 所以我觉得用 如果你牙齿有一丢丢黄的话 它是有一个颜色调和的一个作用 我自己用它我就刷10天左右 就连续刷10天左右 就能看到你牙齿有变白 是真的有在变白 虽然它算是快速美白牙齿效果 但是它的美白牙齿效果 是有一种持续性的 也不是说你把它挺掉的牙齿 马上就没有这么白了 它是可以保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使得牙齿一直在一种白的状态下面 所以这个有几十美白效果的妹子的话 可以用这支试试 那这期的视频就是这样子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爱用品这个单元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选择关注我 或是给我点赞 那我们先再见吧 拜拜